原标题 为什么我们再不主动发掘帝王陵 专家明定陵的教训 太深刻了万历皇帝虽然驾崩的时候 只有56岁 但是他却是大明一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 其在位时间为48年 万历前中期 由于有张居正等大臣的大力辅佐 所以迎来了万历中兴的局面 但是在后期却因为堕落腐化 使得明朝开始走向下坡路 其在死后与他的皇后一同被葬入了定陵 本来人死之后就不应该被后人打扰 但是连同定陵在内的明师三陵 可是在后来屡次被人打扰 先是由闯隆里自成的农民军破坏 接着清军入关的时候 又对这些前朝陵墓造成了一定毁坏 接着到了民国时期 这些明朝陵墓的地面建筑又被毁坏殆尽 最终到了1956年一些考古学家 主动对定陵进行了发掘 而万历皇帝的尸骨和一些陪葬真品 就在这次发掘过程中遭遇到了重大损毁 展开全文万历皇帝的棺材 更是在那个动乱的年代 已被人扔到了山沟 至于尸骨则是被架在铲火堆上 给烧了个一干二净 以至于医学技术工作者 仅仅是对万历皇帝的尸骨 做了一些简单化验 就被迫中断了 虽然得出了万历皇帝 是一个跛脚皇帝 以及牙齿得过蛛牙的情况 但是 对于其事到底是因为吸食鸦片而死 还是因为身患梅毒而死 却还还未来得及化验当时一些史学家 例如郭默若等人 紧跟着提出了发掘名长陵的申请 但是 被周东李严肃拒绝 所以以后我们再也不主动发掘帝王陵了 除非是无意中被发现 需要进行抢救性开挖保护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